如果说因为首先发表高质量病毒序列 就被扣上新冠源头的罪名 那么最先发现艾滋病毒的蒙塔尼日教授 就应该是全球艾滋病的罪魁 而不是诺贝尔预线奖获得者 发现细菌的巴斯德先生 就应该是全球致病细菌的负责人了 相比之下 武汉团队应该获得新冠研究的诺贝尔医学奖 而不是被指责 请不吝点赞订阅